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0月20日 今天是星期四 我們繼續跟大家研究香港的政治 以及時事 這一節是比較政治一點 因為這一節要講的是 中聯辦 副主任 新參與政治的朋友 新參與是2019年 才開始關心香港政治的人 你多數都不知道 誰叫做譚鐵牛 因為這個譚鐵牛 就是在 更早的年代 就一直 就在中聯辦工作 以前的中聯辦其實是做甚麼呢 你真是猜不到 以前的中聯辦主要 吃喝 吃喝 是肯定的 最主要 就是搞統戰工作 統戰工作 如何統戰工作 也是 飲酒 吃飯 吃鮑魚 下飲Navit 為主 中聯辦另一個 非常之重要的任務 就是跟這個 民主派可溝通人士 保持良好溝通 即是 自免的意思 哪些人是民主派可溝通人士 應該是聰明的 你也知道 可溝通 不代表 中共一定 對你非常好 所以反之亦然 對你 不好 不代表你跟他沒有溝通過 這個 就是中聯辦最主要的功能 是說真的 不是說笑的 中聯辦本來就是這個用途 負責 跟香港 各界人士溝通 建制派 他就是負責指揮 主要 中聯辦就是負責指揮整個 香港的建制派選舉 因為在去年代 還是所謂河水不犯井水的年代 基本上 北京 不會容許大陸的官員 那麼容易 放手到香港的事務上 所以 他們可以介入的事務 是有限的 後來不成民地 就變成了讓他們搞選舉 所以 譚鐵牛是何許人呢 他最主要 就是搞選舉 但是 但是 隨著世界改變 時宜世翼 天下 無不散之言直 然後輪到 譚鐵牛 就是被鄧東菇 已經有無數個坐過在中聯辦坐鎮的人 到最後 也是鄧東菇的 想不到現在那麼快輪到譚鐵牛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按like 用社交媒體 分享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升旗易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在這裏 再一次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我們也誠意邀請所有聽眾 記得 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屋大法 希望大家 記得跟著做 好 譚鐵牛 就是正式被國務院宣佈 免去 中聯辦 副主任的職務 譚鐵牛 往後有甚麼發展大計 他 就是被調回到南京大學 當黨委書記 所以 國務院在19日正式 宣佈把譚鐵牛免職 有人問 譚鐵牛是否升職 你想一想 就會想像到了 一個 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中聯辦副主任 你可以想像一下 先不算哪個官大一點 你覺得哪個地方的游泳多一點 是整個香港特別行政區 還是南京大學 兩件事是比較的 一個是整個特區 一個是一間大學 雖然掛名叫黨委書記 不過也不用想了 絕大多數做過中聯辦的人 全部都是被騰東沽 沒有升過 張曉明 李剛 黃主任 黃志文也是一樣 沒有人有得升的 基本上中聯辦 港澳事務 習近平已經控制了 你想升到哪裏 香港的事務 有沒有試過令到習近平 很高興覺得 你處理得很好啊 拍了手掌給你 發夢吧 基本上是沒有可能的事 根本所以沒有人有得 從中聯辦 升遷 是很正常的事 所以按照我們剛才所說 探鐵牛 在這個 建制 和反對派共舞的年代 為甚麼叫共舞呢 就不一定說 坐在一起 碰酒杯那種 說共舞 就是大家在跳同一隻舞 叫做香港 的立法會選舉 在過去的年代 大家都覺得 去競選立法會 立法會是有直選議席的 去競選立法會是沒有問題的 去陪這個建制派 去跳這隻舞 大家覺得沒有問題 為甚麼舊時覺得沒有問題 現在覺得有問題 首先第一 以往 中共 跟港共無賴 得來 是沒有那麼猖獗的 的而且確 的而且確令人有一個錯覺 覺得 用一個 香港的立法會可以 小部分 爭取民主 又或者可以小部分 拖著政府 在 2019年之前 其實這個數字也不太準確 如果你說真的有效的 我想要到了2014年之前 換句話說 其實 覺得可以對抗那個空間 透過 跳這隻舞 去選舉 其實 去到2014年 發生了雨傘運動之後 其實你已經知道 這件事根本就不存在 但是 又的而且確 是看不到任何出路 所以有時候就是這樣 出路就是 靠 探索回來 現在算不算出路 現在 算的 雖然現在 香港被控制了 但是 他們在國際上 在環球局勢上 其實他們都已經走到沒有路好走 他們也沒有站可以再走 除了和你 搞貨櫃屋 蓋一下鐵路 搞一些無謂的東西 不讓你籌錢 搞一些公務員鐵飯碗 他們也沒有甚麼可以做 人才流失 已經是鐵一般的事實 國際對你不信任 也是鐵一般的事實 繼續欺騙 香港人 他也是發夢了 基本上也沒有人採訪他 進入了反台的狀態 基本上 就只有 一方倒下為止 這件事充分解釋到為甚麼 譚鐵牛 不能幹 首先 香港 一起 選舉 在立法會共舞 在立法會共舞的年代已經徹底 成為了歷史 如同譚鐵牛本人一樣 成為中聯辦的歷史 成為歷史太好聽了 也是成為了condom 跟張曉明一樣 張曉明 這一班 中聯辦官員 曾經覺得在香港可以隻手遮天 後來引發北京 對 對 中聯辦處理香港事務感到十分之不滿 中聯辦 有很多特色 他的 運作方法 好像一間保險公司 裡面的人 周圍派卡片 周圍經常打電話 問你在做甚麼 問你吃了飯了嗎 由於以前他們的統戰工作 實在是範圍非常之闊 所以 他們以前有跟這些人 在不同場合見面 是很正常 容凱恩也是這樣認識他們 因為 在10年前左右 這個中聯辦 基本上是花了很大的力氣 想去 統戰這個法律界 結果他們 無論 花費多大的力氣 都是沒有任何的辦法 都是控制不了 到最後 為甚麼會去到現在 就是不用用中聯辦的招 就是原來用國安法 一有國安法之後 整個法律界就收皮了 所以 你說你是領導人 你會生氣嗎 過去你想一下 用了多少維穩費 去搞統戰工作 為甚麼 做那麼多工作 浪費那麼多錢 都做不到效果出來 這個就是丹政 如果 撥款下來 我立即搞定了 整個界別 你說明年還有沒有撥款呢 當然沒有 所以 就有一個萬年統戰計劃出來 就是最好 如果可以的話 我希望用來統戰的時間 是一萬年 我就有一萬年的 預算可以用了 這個就是台灣的情況 所以台灣 很明顯中國大陸也不再打算 用銀彈 攻擊台灣 他們現在打算用導彈 所以 這個就是習近平 最新的想法 這個想法 在他腦海也很久了 他現在慢慢把這件事實現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裏